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楼梦涵 他是一位华裔舞蹈演员 也是第一位进入世界顶级现代舞团的华裔舞者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您现在看到的是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 荷兰实验现代舞曾经核实的国内首秀 其中唯一的华裔舞者楼梦涵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龙孟涵今年32岁 在荷兰舞蹈剧场跳现代舞已经有9年了 荷兰舞蹈剧场简称NDT 您可能对他并不了解 但是在很多人看来 NDT和郁金香以及古老的风车 同样是荷兰的荣誉和骄傲 欧洲媒体曾说 NDT舞者无比精确的 快地叫人透不过气的速度和动力 可以瞬间迷倒每位观众 舞团所有的舞蹈演员 都经过专业的古典舞训练 每一位都身怀精湛的舞技 中国舞者楼梦涵 不仅是第一位进入NDT的华人舞者 还是个仅用了三年时间 就进入NDT精英舞者队伍的人 可是让你想不到的是 作为荷兰顶尖现代舞者的楼梦涵 曾因为身高的原因 差点与舞蹈失之交臂 我就一米七一 就矮矮的身高 在芭蕾舞团的话 还是达不到各种要求 因为芭蕾舞团男生 基本上是一米七八 一米五以上 算我这种二等残废 就基本上跟芭蕾 有点不挂钩了 就算是被芭蕾 给锯到门外了吧 然后觉得 干嘛非要死在一名上面呢 对吧 有芭蕾舞 有现代舞 有当代舞 或者还有其他各种 布雷的风格环境舞蹈 然后我就觉得 现代舞就特别吸引我 龙孟涵 1983年出生于重庆 11岁开始 在少年宫学习舞蹈 后考取芭蕾舞专业 毕业后 在广东现代舞团 担任舞者 22岁的时候 龙孟涵决定 前往德国 继继续舞蹈深造 当时是卖了房子 让我出去的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 中国一个概念 就是房子是自己一个家 如果房子都没了 你家就没了 那还能往哪走 然后我妈就属于 特别魄力的 卖 卖了房子让你出去 拿着父母 便卖家产所得的生活费 龙孟涵来到了 德国法兰克福音乐表演 艺术学院 锦修现代舞 但是经济的窘迫 时时折磨着龙孟涵 此时龙孟涵听说 考入职业舞团 可以学习和赚钱两不误 他开始疯狂寻找 考取舞团的机会 我就属于刚刚说的 半梦半斗 不知道NTT 只知道是个好团 然后就自己就变了一个 三分钟的读舞 然后跳完之后 大家都还是蛮欣赏的 觉得还是 有多方人跳舞的质感 比较细腻柔论 我觉得在上面 打动他们很多 就这样 龙孟涵成为了 第一位进入了 荷兰舞蹈剧场的 中国舞者 NTT在舞者分级制度上 极为苛刻 有经验丰富的 精英舞者们 组成的一团 以及西人舞者 组成的二团 舞团拥有超过 六百个剧目 每年为超过 十一万五千名 海外观众演出 因为我们在河南排队三点 才吃午饭 最一般本小小的胃病 胃胀 这些吃 加上边饭 基本上每个舞者 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饿饿也没办法 也要趁一趁 还半个小时排队 看了点 赶紧抓紧 趁一趁就到了 作为舞者的辛苦 龙孟涵开始慢慢适应和习惯 每天与世界顶尖舞者的过招 龙孟涵越发享受 作为舞者的每一刻 但是与此同时 经济上的捉襟见种 时时考验着龙孟涵 家里还是卖了房子 还有贷款 然后在二团工资其实不高 算是赚基本工资了 在荷兰 自己刷入自己资金 说交房租 叫这个每一个 还能跟家里 寄多少钱回去 先缓解一下 想争取能进到一团 工资高一点点的话 就能解决一下这个情况 然后我爸妈也是特别能称 特别是我妈 还真的是 就是撑着 一直为我撑着 就这儿借解 那儿借解 然后这儿凑凑 然后先过去一下 再缓回去 然后就这么把我给撑出来 然后就一直支持我 然后那段时间 真的是特别闹 心觉得都这么大了 然后就回家里 不能做点什么事情 当时就是每周都会把家人通电话 会 那是报喜不报忧吗 尽量报喜吧 家人的支持 让几乎想要辞职的罗孟涵 继续留在了NDT二团 他知道 消极的情绪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他唯有 努力跳出来 因为基本功扎实 以及罗孟涵 富含东方韵味的 行云流水的舞姿 他成为了众多大牌编舞 所青睐的对象 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他就顺利进入了 NDT精英一团 每年拥有高达 一百多场的国际演出 但是就在周围人羡慕 他能够在顶级舞团 跳舞的时候 罗孟涵却在今年 递出了辞城 他做出了人生中 又一个重要的决定 做一名自由舞者 其实问这个问题 走不走 我问自己 问了两年了 我自己觉得 自己也是一个 比较等时机的人 不是说等其他时机 等我自己给自己的时机 像去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八月份 我觉得 还可以再跳一年 但是跳完三个月之后 我就不能跳了 再跳舞 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时间 再去学习了 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所以说自己想出去 去跟其他艺术家合作 曾经何时 是罗孟涵 离开舞团后的 独立首秀 他不仅是 这次首秀的舞者之一 还担任着 全部舞蹈的编舞 整部现代舞 是罗孟涵 在荷兰跳舞的 新路写照 大量的关于 在一国生存的 彷徨 挣扎 憧憬 等情绪 被罗孟涵展现的 酣畅淋漓 罗孟涵知道 独立舞者这条路 注定艰难 但是他会 一直走下去 这条路 是罗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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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路 练乱